新闻第一线 资讯全方位 欢迎来到东方日报 继台湾波罗被禁止输入后 中国海关总署19号发布通知称 因检出检疫性有害生物 自20号起暂停台湾释迦和联雾输入大陆 民进党当局扬言要向世界贸易组织WTO提出申诉 不过岛内舆论对此根本不看好 与波罗一样 释迦和联雾输入大陆的比例都超过九成 对岛内农业影响巨大 台湾《中国时报》21号原因北京资深涉台学者的话称 有植物疫情风险 海关就暂停进口 这是通行做法 没必要过多联想 是纯粹的防控措施 两岸若能抓住机会进行沟通 两岸沟通之路就会越走越顺 如果借机进行口水战 只会越来越糟 上海东亚研究所助理所长包成科也表示 此事为技术性问题的处理 而非政治处理 针对有人意测大陆暂停进口台湾联雾和世家 是对台北驻美代表出拟更名的报复性措施 包成科认为 大陆没必要因此进入对抗层面 产生经济面的制裁 但民进党当局还在操弄反中 蔡英文20号声称 大陆不遵守国际贸易规范 片面破坏双方贸易秩序 农委会主委陈吉仲扬言 如果大陆在9月30号前对台方提出的技术协商第九度已读不回 就会向WTO提出申诉 但只针对世家与联雾不提菠萝 原因是菠萝明年不打算外销大陆 与此同时 民进党当局又将大陆禁止菠萝进口之后的那套剂量搬出来 台外交部21号在社交媒体上推荐 中秋节除了吃月饼和柚子 还可以吃世家 莲物和菠萝 并标注所谓的自由水果 农委会规划拿出10亿元新台币 针对新加坡 加拿大 马来西亚 印尼 港澳等市场 加强推销世家与联雾 有台媒21号称 许多日本网友表示台湾水果很好吃 如果世家和联雾进口到日本 他们愿意消费 但水果政治学艺书作者焦军直言 日本只有极少数民众认识世家 波罗和世家是完全不同的品项 波罗的经验难以复制在世家上 即使日本政府准入 若日本民众对世家热度不高也没办法 毕竟生意人不会和钱过不去 对于台当局扬言告到世贸组织 岛内舆论也直呼打不赢 国民党主席江启臣21号批评称 不能每次出事就转移焦点 找理由搪塞 蔡政府在政治上 专业上应该有能力处理 否则就是失职 立委陈尹信21号称 蔡英文要和大陆讨公道 其实大家更应该和蔡讨公道 过去马英九执政不是没有发生类似状况 但只要一有状况发生 马当局会立即与对岸进行资商 并建立紧急协调机制 才化解一次次危机 他批评蔡英文当局不与对岸进行协商 反要舍尽球员走WTO途径解决争端 刻意把两岸问题国际化 台北市议员王红威还说 陈吉仲已经没招了 因为民进党当局每次遇到类似问题 就只会诉租仇恨加大撒钱 但贸易问题要靠谈判 而非利用民众帮民进党擦屁股 中时电子报21号还提及 新西兰今年6月暂停进口台湾荔枝和芒果 陈吉仲的回应是尊重输入国 而针对本次大陆暂停台湾世家和联屋进口 农委会却准备向WTO申诉 明显告双标 农渔业经济学者李武中21号撰文称 台湾农产品过去也曾因病虫害等问题 被日本 新西兰 新加坡和加拿大等国暂停进口 台湾当局并未做出如此大动作 此举无意火上浇油 让问题更加复杂化 文章说 蔡英文当局上任以来大力推动新南向 宣称要摆脱对大陆市场的高度依赖 但事实证明大陆依旧是台湾农产品最重要的出口市场 前经济部长引起名称 台湾先前也因瘦肉精管制美国猪牛进口 大陆若在WTO拿出证据 台湾恐难胜诉 台湾进入830号农产品 官司告得赢吗 《中国时报》21号以此为题评论称 台湾对大陆830项农产品管制进口 其实已经违反WTO平等互惠精神 政府恐虚思考 若真的诉诸WTO不仅矿石废日 且难有具体成果 不如审慎思考如何让两岸重回资商正轨 以解农民生计压力的燃眉之急 况且如果提告WTO有效 农委会在今年3月波罗被禁食就该着手进行 何以拖到现在 理由是明年不准备卖波罗给大陆 难道明年连雾世家还能卖到大陆去 文章直言 蔡当局一再喊告 激起仇中意识后 最后只能用纳税人的钱补贴农产品 农业为政治服务 这就是民进党的终极手段 联合新闻网21号称 台湾水果之所以大量销往大陆 除了地理环境相近 缩短运送时间外 更重要的关键却是蔡当局避而不谈的大陆让利 陈吉仲谴责对岸片面中断水果进口 违反WTO贸易规范 国际贸易讲求平等互惠 请问现在大陆的水果可以卖到台湾吗 为何这时农委会就不说台湾也违反国际贸易原则 文章说台湾把让利当成理所当然 现在大陆不过是回归正常贸易做法 陈吉仲就像耍无赖的小孩在地上打滚 既然要反中那就有骨气一点 别又要收割反中红利 又要对方让利 天下没有这么便宜的事 台湾资深产业专家杜子晨在社交媒体上指出 WTO最主要的精神是贸易平等 台湾单方面禁止大陆产品 尤其农产品许多项目 以违反WTO规则 边境简易暂停进口是平常之事 台湾对美国新西兰的苹果都曾禁止进口过 农经学者李武中投书媒体说 台湾农产品也曾因病虫害等问题 遭日本 新西兰 新加坡 加拿大等暂停进口 当局都未向WTO控诉 何况向WTO申诉需先进行两岸协商 协商不成或一方不愿协商 才可请求成立专家小组 更何况台湾迄今禁止大陆600多项农产品进口 已经不符合WTO公平贸易原则与规范 李武中指出 民进党执政五年多来鼓动反中 甘当美国抗中马前卒 让台湾农民对大陆会否改变 诸多对台汇农措施提心吊胆 当局领导人力推新南向政策 宣称以农育业为领头羊 要摆脱对大陆市场的高度依赖 但事实证明 大陆依旧是台湾农产品最重要出口地 此次事件再度凸显 两岸已无互信基础 碰到问题也无协商机制 而当局对所有问题都做政治解读 只会让两岸关系更恶化 无助问题解决 联合报评论指出 台湾水果之所以大量销往大陆 除地理相近可缩短运势外 大陆让利是关键 民进党当局又要收割反中红利 又要大陆让利 天底下没有这么便宜的事 中华战略学会研究员张静撰文指出 今年6月 新西兰以虫害为由 禁止台湾荔枝芒果进口 民进党当局装聋作哑 这次面对大陆却无限上纲 拼命做政治操作 署名黎敏的文章质问 马英九执政时期为何没这些问题 是谁不让台湾农民过好日子 以上仅是网络观点 不代表小编个人立场 对此您的观点又是什么呢 欢迎大家留言 您的每一次点赞和订阅 都是我更新的最大动力 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 明镜与点点栏目